我不知道欸 因為他們後來查帳就沒有聯絡 就是直接說在記者會上就說 因為跟我無關的 我就不方便去管 看說阿伯這個青年傾向好像有點被質疑 那民眾黨面臨這個很大的危機 有沒有覺得很傷感 我覺得很難過 很難過是因為你跟他有認識 你相信他還是 不是 因為我覺得他 就是一開始我們會接觸到他 因為是黃珊珊的關係 我真的覺得他還蠻 就是他真的跟別的政治人物不太一樣 就是他真的就是 我不知道是我認錯人還是眼睛不好 這個怎樣都有問題啊 我說你們報仗是怎麼報的 你們為什麼會這樣 那我同時也問仁俊哥說 請問這個網站要去哪裡看 他說什麼監察院什麼 他就傳了一個網址給我 讓我們去看 然後我們就發現說 哇這場出真的嚇死人 那我也去溝通啦 然後溝通了以後他們的回覆我 這一段都還有回覆喔 就回覆我說 他們會去發聲明做這樣的一個溝通 好 那做溝通的時候 因為那個很單純嘛 這四筆我剛剛講了嘛 就我們發現說有五百萬的那一筆 嗯 然後五百萬的這一筆以後呢 我是不是還要再去溝通 我再溝通第三次說 欸欸欸欸 不好意思喔 我跟你說 現在五百萬這不是我們的喔 那為什麼有這個發票在這裡 太可怕了吧 這樣 然後後來當然黨部再有回覆 他說蛤 怎麼會有這個事情 我們 你確定我說確定 然後山山也說這樣 好沒關係 那他去處理 好他就去處理五百萬的這個事情 但是在這個五百萬處理的過程當中呢 呃 任俊哥就跟我講說 他提醒我 他說 你如果石勒有這個問題 你要不要趕快打電話給 尼澳的這一個公司的這個部門的人 管的人 去看看尼澳的報仗有沒有問題 好了 就是他們還沒有回覆我的時候 又報了那兩筆 那我就跟他們講說 欸不好意思喔 那個 又多了兩筆 啊這個兩筆現在是怎樣 我說你們怎麼會這樣子報這樣子 然後呢 民眾黨那邊就說 我是黨部 不好意思 你可能要去找禁辦 跟財務 跟我沒關係 那禁辦不是你減算 我得到的回覆是這樣 好 我就反正因為都可以減掉了嘛 有對話記錄 然後呢 然後珊珊就是有毒 然後他就沒有立刻回覆我 是不是他也去問 他後來他也有坦白 他也有在我跟阿伯的面前講 他問了誰 問了誰 然後叫他們趕快跟我們回覆 但是 沒有任何人理我們 嗯 可是這個事情很大 因為 名嘴一直罵我洗錢啊 分贓不均啊 談不攏啦 然後才會造成這樣 我沒有不私底下溝通 我今天只想講 你今天如果要去搶銀行 你也先跟我講一下 我跟你一起去搶 沒關係 對我答應你 我去搶 我就去對不對 可是你不能不跟我講 然後你就去搶銀行 然後你再來說是我 去搶的銀行 對吧 然後後來這整件事情 就沒有人要理 那我怎麼辦 我請問兩位我怎麼辦 吞下去 所以 吞下去是嗎 但是你吞下去 來 吞下去現在我就是共犯 對 昨天請教就說了 對 他說我就昨天就走不出來 我就會被生涯 我也沒有那個保釋金可以付 我問你另外一個問題 你對木可公司了解多少 我不了解 在你的活動接觸裡面 因為那個演唱會的部分 就是你跟木可之間 對 那所以你的你的部分 是也有跟進總的那一塊 因為才會有進總去申報 你有一些經費的部分 對 那木可公司跟你之間 也有一些活動的接觸 嗯 那就你知道的 木可跟科辦之間 到底是不是同一個系統 其實我不知道耶 因為 我們其實也是分很清楚 就是說 今天 姍姍阿伯找我做這個事情 對不對 他來拜託我們 然後我如果同意 或者是我們公司有股東接到 或誰接到 同意他答應了 他們就會回報到公司 然後公司就會有一個專門管財務的人 他們就會去對 那我有問 好好好 你剛才講的這一段 這種案子 對口是誰 對 他們 你們的對口是誰 我跟財務的對口是不同人 對進總嗎 還是對誰 你說柯P秀還是 不是 我說你剛才講的這種案子 珊珊阿或是柯P他們來找你 進總 所以你的對的是進總 對 那你的財務對的是誰 我們等一下 要釐清兩個 柯P秀跟進雄 是兩個不同的 現在柯P秀當作是你跟木可 對 對不對 那是另外一件事 那現在這件事情 是你剛才講說 你到台南辦活動 對 進總 對 你是對 比如說你是對文宣部 或是對總幹事 或是不總幹事 對不對 然後 那你的財務對誰 我的財務 這可以講嗎 因為我們財務昨天也有去檢調講 說他對的人是誰 所以我可能沒辦法講 因為現在台南的那個事情 大家來炒說 那個四百多萬辦一個活動 好像很多錢 那您剛剛也有說 您那邊有清單 可以大家跟我們講說 那個四百多萬的支出大概是有哪些嗎 好 因為現在就是偵查 我們把所有的東西 我們其實 所有的東西都在檢調那邊 然後檢調那邊 就是我手頭上連銀本都沒有 對 然後我們必須要做的是 比如說我們所有大隊人馬 到台南的吃住行 對吧 我們的執行的這些錢 然後還有企劃文宣 輸出視覺設計 多媒體設計 VJ執行設備的一個出租 然後主持人 書畫鍵盤表演節目 我們必須得付人家錢 對不對 導播團隊 攝影 EFP網路直播 所有你們這些電視台的直播的 一些小烏龜等的這些設備 我必須要有 硬體工程就是舞台 燈光音響帳篷 從椅子到後面的LED音響 你要到很後面的人都聽得到 這些都是費用 然後因為那一場時間非常趕 所以所有的人都很多去很多人力去搭那個 所以他的費用很高 而且那一場我們根本就找不到硬體設備的人員 我還記得他們是從屏東來的 就是屏東的廠商來支援的這一場 然後廠部周邊 就我剛剛講的工讀生 當然民眾黨都有很多的志工 我們包括志工的便當我們都有提供 我聽說他們以前連志工都沒有便當的 叫我們要躲起來吃 但我覺得這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們連志工都有給他便當 有給他水 所以這些人等工讀生 然後易交 然後你撤場 這些不用錢嗎 我問你 所以有些民眾黨支持者覺得說 辦這個好像四百多好貴 你會覺得這樣子 就是對你們可能有一點誤解了 我覺得就是有誤解 所以任俊哥希望我今天 他覺得說因為這一段時間 大家一直傳來傳去傳來傳去 他希望我出來 就是直接面對把事情講清楚 你們有問題我們就講清楚 那以後就不要再講了 因為就已經去減掉了 那如果我今天犯法 我是不是昨天就不能出來 那其實也有同時承辦 像蔣萬安陣營的活動 那就是有網友比對說 那其實價值好像有點大 蔣萬安的那一場是這樣 他其實是黨部出了一點錢 蔣萬安自己出了一部分的錢 我們真的不能一直把別人的事情 拿出來檯面上說 你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如果大家媒體大哥 你們每一場演出演唱會 或者是說你們每一場 比如說台北市政府的跨年 或者是說你去什麼台東辦一個演出 每一場你會根據場地的不同 規格的不同 配備的不同 有沒有帶Band 有沒有什麼 他所有的費用都是不同的 所以不可以拿兩場直接來比較說 你的比較貴我的比較便宜 如果那個18萬真的很好 你跟我聯絡 以後我們廠商有任何的活動都發給你 那因為現在外界市集說 就是現在3比916萬的這個數字 好像都衝到一些 像尼勒跟什奧就是比較友好的公司 那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以及說在現在這幾天他們查帳出來之後 有沒有一些其他的黑數在公司 我不知道耶 因為他們後來查帳就沒有聯絡 就是直接說在記者會上就說 因為跟我無關的我就不方便去管 因為那是人家的私障嘛對吧 然後916萬為什麼灌給我 我也很想問啊 我不知道到底是誰 因為現在說是端木正 我不知道是誰去做的這件事情 所以我昨天有跟檢調說 你可不可以趕快查清 然後告訴我們是誰 那你們怎麼發現這個被灌水 那是不是之前其實檢調已經有動作 沒有前面檢調沒有工作 是一開始是仁俊哥跟我講的 他說你這太好嗎 開票開三次 場地費400多萬 我說什麼東西 他截圖給我 然後更好笑的是 就是因為他跟我們講了以後 我們不知道去哪裡查 所以我們去接那個電視媒體 就是名嘴在講的那個電視的畫面 那因為大家會想說 您會想要跟民眾黨做求償嗎 因為畢竟您的聲譽 包括從公司都有點受到這個影響 我現在真的頭很昏你知道嗎 我現在只想一天過一天 然後一步過一步 我想要先把所有的流言蜚語先平靜下來 然後我們再來想下一步 那跟黃珊珊有聯絡嗎 有 事後還有 有 他有一直安慰我 他跟我對不起 因為您剛有說到說 他有說 要找人跟你們這邊做解釋跟溝通 但是後來好像也都沒有 所以是因為這樣子跟您道歉還是 沒有他說這個 他也不知道說 他有這個事情灌到我們這裡來 然後他說讓我受到這個損害 跟民族大家這樣罵 他就勸我不要看電視 然後跟我道歉 他說他會去查清楚 所以他們就 對 那我就相信他去查清楚 我看說阿伯這個青年傾向好像有點被質疑 民眾黨面臨這個很大的危機 有沒有覺得很傷感 我覺得很難過 很難過是因為你跟他有認識 你相信他還是 因為我覺得他 就是一開始我們會接觸到他 因為是黃珊珊的關係 我真的覺得他還蠻 就是他真的跟別的政治人物不太一樣 就是他真的就是 我不知道是我認錯人還是眼睛不好 所以您比較相信 所以就是您比較相信他們現在說的就是說 可能是端木正去搞這個事情 而不是民眾黨 可能黃珊珊或是李文中等人有去做一些插手 也不是我相信這個耶 因為我昨天就拜託檢調幫我趕快查出來 到底是誰想害我這件事情 我去西班牌 你這樣早就拜託alle ?